主席 第一个我们就是从这个 胡帽协议会通过质影响 第一个你写的是 保险业方面 我想请问一下 这里面我们讲说这个 商业车显bab 大陆市场的重要利益 的来源 这个跟事实是不是相符 这个 我们这一次 中国开放给我们的是 机动车辆的交通事故强制 我们就简称交 sy budget 要开放这个业务给他们 那我們知道說 這一個根據中國保監會所發布的 2011年的交強險的這個業務狀況 他們從2006年7月開辦以後 除了之後2006到2008 有小湖賺了人民幣6.9億以外 隨著以後是虧損不斷的擴大 2009年 它的人民幣會不會虧損是29億 2010年它虧損是72億 2011年是虧損92億 2012年是虧損54億 中國來講他們這個交強險的業務來講 他們是虧損是逐年的擴大 而且已經變成是 他們那邊的產險公司是一個燙手商儀 大家都想要甩都甩不掉 那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台灣搶著去給他要接這個交強險的話 我們憑什麼說 他們是一個虧損年齡的產業 我們去我們就會賺錢 請回應 各位報告 其實這個是強制險 那我想想 委員假設有開車就知道 你除了買強制汽車責任險以外 你還會買任意的汽車險 不是 那這些他們中國的保險公司都不知道嗎 只有我們去我們才會知道這個竅門嗎 當然都知道 為什麼他們做的是已經虧損年齡 我們台灣去的話 我們就認為說我們會轉虧為贏呢 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利基在哪裡 我們的優勢在哪裡 跟委員報告 其實那個強制汽車責任險 其實它保費相對多非常少 但是它可以帶進任意的汽車險 那這一部分獲利的情況 就可以cover前面的那個強制汽車責任險 那你認為說我們台灣去的話 就一定會比較有利 那但是啊 你知道說我們台灣現在是從前年的開放的那個 互邦的子公司過去 那去年開放的國泰島 那如果以這兩家去的話 其實在去年的上半年 也是分別也是 虧損的3.34跟3.21億啊 那這個的話代表我們台灣去也並不是說 像我們現在所想的這麼樂觀 我們台灣去的話 人家是一個虧損產業 我們台灣去我們就會變賺錢的產業 各位委員報告 保險公司啊 尤其是假設涉選的話 因為它前幾年都會有虧損的情況 這是正常的 這個中國它2006年到現在 也不是前 因為它是產業的特性啦 這個我要想說像這樣子來講 我們就以這一個 因為數字會說話啦 是 這個中國來講我們 不應該是只是為了要開放而開放 事實上有很多這些數字來講 它沒有政治意識 它沒有來 我們就是就數字來做一個觀察 其實 這一個 我們知道說中國來講 這種強制選這些保險的話 當地人都經營不好 我們台灣去的會比他們更有優勢 這點是真的很讓人家存疑啊 各位委員報告 然後就產險跟受險來講 台灣地區的水準跟產品的精算的水準 基本上比大陸相對比較進步 那我要特別提到了 雖然它開放是強制汽車責任險 但是 在實務上 你除了保你的強制汽車責任險之外 更大金額保 帶進來的是任意汽車責任險 這個我個人是認為說這是有點樂觀啦 這個我們 我們認為說我們很厲害 我們精算的比他們更精準 但是有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們不是很精準 他們中國人來講很容易是說 製造各種的走偏封走偏門 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知道有很多 很多人來講 你說我們很厲害 我們都是按規矩去 到那不規矩的地方 我們的規矩是不是真的有效 這一點的話 是不是說我們的評估是不是有點 有點過度樂觀 不會 就因為基本上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一次保險部分 因為幾乎 他們幾乎我們都沒有放 所以說他們相對了 放的幅度相對比較小 我們怎麼沒有放 保險哪有放 保險沒有放 我們福報協議 我們徵集到他們的這些 強交險給我們 那我們福報協議 我們只有徵集到什麼 他們給我們的是加速審查 然後我們 台灣來講 我們可以 我們的保險公司 可以開放台灣來 我們這邊入股怎麼沒有放 沒有 對不對 沒有開放 這個他們是可以來 我們這邊的話 可以台灣現在 開放中國保險公司 來投資台灣的保險公司 上市公司的上限是百分之十啊 灰上市公司是百分之十 湖嬤裡面沒有 湖嬤裡面沒有 湖嬤沒有沒有開放 好沒關係這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好多問題要請教你啊 好這個我想 如果問不到的 我可以再改書面 來繼續來請議 好謝謝 那再接著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說 剛才第一項是保險 那第二項你寫的是 銀行業務方面啊 好那我想 我們銀行業務裡面 你寫的第二項裡面 我哥在銀行設立的是 可以設 這個在設鄉村政級的銀行部分 具有什麼設立資本要求 門檻不高的這個優點啊 那我要想請問一下 這個我們去那邊 投資要他鄉政級的銀行 最主要的訴求目標是 他的設立資本門檻不高 那其實我們台灣一天到晚 喊著說銀行要合併 我們要創造經濟規模 那我們台灣在喊什麼 喊假的啊 我們既然要去那邊 競爭的目的只是說 他的資本門檻不高 那跟我們台灣 我們要講這個論述有什麼 不是剛好是背道而馳嗎 跟委員報報 這個不同的策略 我舉個例子跟你報告 比如說HSBC夠大吧 他在中國大陸 照樣設很多的這個鄉村 鄉村銀行啊 不同的策略 針對不同的市場 有不同的策略 這個不是啊 這個是銀行的策略 今天我如果說是 因為我們的銀行公會理事長 或什麼他跟我講這些 我都可以接受 這個是銀行他們經營 有他們的策略 但是站在我們金管會 是訂定一個政策的部分 光只有講說策略 我想這個應該來講 你要考慮到的是說 這整個的論述的理論來講 我們在台灣一禁止要講經濟規模效益 那我們去那邊反而是要去搶的那個 進入門檻不高的這個 這個產業 我是覺得說這個 我們這個論述有點有點問 第二個來講 你第三點你寫說 目前我國在銀行 我在大陸各地設的營業據點 並沒有限制 只有在福建 但是我們簽福帽了以後 我們是要限定在福建地區 沒有 這樣子 沒有限制 因為在福建是可以同省異地之行 別的地方沒這個優惠 上海可以設啊 每個地方照樣可以設啊 不是 那我們整個跟他簽福帽來講 我們是整個國家跟他在那個 談判的時候 那我們所爭取的只是個區域性 只是個福建省 那這樣子我們有沒有被地方化 被矮化的這個顧慮 不會啊 被地方給上海或者中國大陸 你都可以設分量 都可以設子行 只是他特別開放福建給台灣 那這個是因為他沒有開放給其他國家 所以這個特別爭取來的 這個我想我們整個的 整個的福帽在討論的時候 好我們 既然是說我們爭取一個地方的一個優惠 或有一個地方的一個設立 這個竟然變成是我們做一個訴求的目標 那這個是整個 自我們國家於何地啊 我們整個 整個國家去跟一個福建地區 福建省在談 那我們這個 你說這個不給人家質疑說 我們這個地方化的餘地 這個 先委員報告 這跟地方化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是爭取在那裡 可以同省異地分行 比如說 那意思是說 你在福建地區設一個分行之後 可以再繼續設置 支行 那別的地方 你上海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求其他省略的比照辦理呢 我 如果說這個 沒有錯 沒有錯 跟委員報告 這個東西就是它沒有開放給其他國家 我們也爭取啊 我們希望全國中國大陸全部啊 問題是 它給不給 它給不給 那我們也沒有要 當然要啊 我們希望 我們曾經有提出這樣的 當然啊 我們希望更多在台商更密集的地方 都可以開設 同省異地之行 我們沒有爭取 我們有爭取 那同省一個 一個福茂的話 是一個國家對國家的一個 一個談判 而且說在在我們台灣引起的 這麼大的一個社會的 一個動盪 付出這麼大的社會的成本的話 我們只是說 得到的好處只是跟一個地方 來進行這些 這些設立的這些 這些優惠 那我是覺得說 我們這個 社會成本會不會太大啦 跟委員報告 因為 福茂學院是透過協商啦 那我們 沒有關係 進黨會能夠爭取的部分 都盡量來爭取 因為這個 你裡面整篇 我是拜讀了很多 最後還有一個 我們是說 那個主席再給我30秒 我問一下 好 我們這 陸方承諾說 我們進行兩岸的話 股錢可以 可以合作的部分啦 嗯 剛才主委在講說 沒有沒有開放這個投資 我們這個第三點就有講到 好 以後是可以股錢 投資合作的部分啊 好這個就已經有講到說 你們這個以後 我們他 我們也要 他們也可以投資我們 我們要投資他們 好那我想說 因為還有很多時間的問題 我想 我以後我會繼續有再跟 我們那個 曾主委請義 謝謝 謝謝賴文的質詢 下一位請李議員質詢 之後我們就休息啊